那我们准备了 而且我记得我是在巴黎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在巴黎看西贡小姐 而且真的真的 最后有一台直升机 从天而降 好了 我们今天超级美食家 要来给大家吃美食 要长知识 因为最近最近最红的一个话题 就是苏丹红 在前几天 我有跟听众朋友说 我在网路上看到我的好朋友 就是药铺里的说乡人 不是说书人 对啊 卢老三 卢俊清 他上传了一段影片 告诉大家 为什么白胡椒粉里面 会有苏丹红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议题一直一直 不断的在发酵 大家都很confused 为什么白胡椒粉是白色的 为什么会有苏丹红 明明我看起来他就不红 好了 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这个FB 还不如直接 把卢老三 卢俊清 请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现场 卢老三 先跟听众朋友 问好 大家好 各位听众 大家好 我是药铺里的说乡人 卢老三 药铺里的说乡人 卢老三 你为什么会忽然间录那支影片 听说连电视台都来 你知道追你 因为你讲的好清楚 其实也不是说特地要录 刚好就是因为家里药铺 刚好这次苏丹红事件 他对于大家的心理层面 其实影响比较大 那又刚好某一些品牌的胡椒粉 有中奖 所以我想说那既然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把胡椒里面 为什么会有苏丹红出现这件事情 把它讲清楚 会不会很瞎 听众朋友 你们现在其实算的 可以不可以算出来 你们家 你们家的厨房 还是家你们家的储藏室 你们家的食材柜 什么东西会采雷啊 大家算的出来吗 我们等一下让卢老三 顺便给大家算一算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现场就直接 重新开入那一段 开始卢老三 为什么白胡椒粉里面会有苏丹红 哦好 为什么白胡椒粉 你眼睛要看着变 会有苏丹红 其实药铺里的胡椒 基本上99.999%是纯的 因为药铺没有所谓的添加的能力 那再来开放式架上的胡椒粉 只要是小瓶装的 也基本上都是纯胡椒粉 那这次胡椒粉会出现苏丹红 都是在某一些品牌的营业用包装 大包装啊 对因为这些品牌 他要满足各个消费族群 连那个所谓的价格信贷的不一样 他可能就是100 200 300 400 500 到纯的都有 那可一些 可是有一些小吃店 他可能需要的胡椒粉的香气 不需要那么香 但是价格也不需要那么的贵 可是他要做撒胡椒粉的动作 对不对 他只要胡椒的香气就好了 那所以说在这一些品牌厂商 他就会出一些平价版的胡椒粉 把胡椒粉的用量降低 那降低之后 他就要用一些东西去补充 好我先这里打叉 听众朋友 你们应该是说 我们其实长期以来都生活在一种 似是而非的世界里 我其实一开始听到 卢老三讲说 通常药铺里面卖的胡椒粉 百分之百是纯的 我自己其实一开始我在接触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又想说 他就是白胡椒粉 白胡椒粉为什么会不纯 好奇怪 可是事实上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对不对 没错 就是这样 因为其实这种东西都是 每个人的需求性不一样 成本考量 那厂商为了要降低成本 推出一些评价版本 他就要用店本去把量给充大 好等我一下 卢老三 我们其实这次爆出来的那个品牌 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 对不对 因为我看照片 就出来的那个品牌 对 对 非常老的品牌 非常知名 其实在北部 我看到很多小吃店 也会把这个品牌的营业用的纸盒 直接就摆在柜子上 对 但是这个品牌 给大家看 这个品牌营业用的包装 它其实有分很多种价格带 内行人看不出来 其实可以 内行人看得出来 其实可以 颜色吗 一来从颜色 二来从成分 第三个更重要 从价格 价格 好 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破解 听好 白胡椒粉不纯 那是什么 基本上都会加电粉 或者是所谓的麦芽糊精 麦芽糊精为什么 它又不碾 麦芽糊精 它没有要碾 它只要把量体充大而已 把胡椒 对把胡椒粉的用量降低 那用量降低的话 胡椒的辣度跟香味 就会减弱了 减弱 那就必须要把辣度跟香气 再把它补回来 用更廉价的东西 不是 不是 它就用什么 台语叫做青石粉 青石粉 青石粉 就是绿辣椒粉 哦 绿辣椒粉 对 因为绿辣椒粉 研磨出来的颜色 跟白胡椒粉 很接近 可是绿 你刚才讲说 这个青石粉 是不是它的强度比较强 不是 它就是绿辣椒粉 一般我们看到都是红辣椒粉 对 那它是辣椒绿色的时候 踩出下来 干燥的时候 研磨 那它颜色研磨出来 它就很像白胡椒 很接近的颜色 不贵吗 其实不贵 辣椒粉其实不贵 所以它要把它的辣度补上来 那补上来之后 那其实补上来 那也就没有问题 那这一次比较夸张的是 可能在大陆的研磨厂 或者是在哪一个环节 就已经 因为辣椒粉它是农产品 那跟红辣椒粉一样 你只要研磨久了 农产品的东西就会褪色 对 那苏丹龙既是一个着色剂 它也是一个保色剂 所以在绿辣椒粉部分 要把它 所谓的绿色的部分 维持相对比较长久一点 所以就加了一点点 所谓的保色剂在里面 对 那这一批又刚好 又运用到所谓的混合的 调和的胡椒粉 所以胡椒粉某些品牌就中奖了 奇怪 为什么这么复杂 听众朋友 你们现在听卢老三在讲 就觉得 胡椒粉 白胡椒粉 黑胡椒 应该是很简单的东西 可是它居然为了 想要去提升 降低成本 提升风味 然后再平衡颜色 做了那么多 好像是在化工厂 还是混料厂 其实也不是 这个是需求的问题 就是因为有需求 才会带动这个 所谓的制作出来 你如果没有需求的话 其实它可能就是 它做出来它卖不掉 是 它就不会再做了 那一定是有需求 其实老师讲 我们其实现在在讨论 白胡椒粉 把白胡椒粉的主词 其实可以换掉很多 其实在市面上 其实也有很多 类似因为降低成本 而做的一些产品的调整 可以这么说 在食品下光 对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张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问你 中国大陆苏丹红是合法的吗 我 一样是 等一下 因为我知道印度是合法的 那天文长安 印度合法 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合法 我不确定这件事 好来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 在网路上 以这个白胡椒粉里面 为什么会有苏丹红的一支影片 突然之间爆红 我问你是不是爆红 没有爆红 一直都不红 一直都不红 突然之间爆红 药铺里的说香人 也是我们超级美食家的好朋友 卢俊卿 大家叫他卢老三 来给听众朋友 来给听众朋友 继续破解 因为我要问卢老三 我们上次邀请了食安全威 文长安文老师 来讲苏丹红 文老师告诉我说 在印度苏丹红是合法 可是听众朋友 我要先讲 合法跟在他使用的范围 这里面其实是有不一样的 对是两件事情 就比如说我说 这个红色几号合法 可是你不能用在 他其实是有一个范围 对 第二个他有容许值 但是因为在台湾 没有容许值 苏丹红是零减出 那在印度他 我记得他好像容许值 是在100个PPM 那台湾这一次苏丹红是 验出是4个5个PPB 那PPB是亿万分之一 更小 对 PPM是百万分之一 可是因为是台湾的法规 不容许 验出一点点都不行 是的 对 那其实在大陆苏丹红这件事情 其实在大陆 反而比较不会出现 苏丹红 这件事情 在辣椒粉上面 怎么说 因为你如果了解到 大陆的饮食文化之后 你就会发现 如果是寻常百姓 买辣椒粉 他不会上超市去买辣椒粉 他一定是上农贸市场 去买现打的辣椒粉 对 我去成都 我去航天市场 我就看到菜市场里面 都是摆满了 现打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原食材的样子 然后他有一个电动的也好 手的也好 又有人用手倒 把他倒成粉 那再来如果是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食品产业 比如说麻辣火锅这一块 大陆是非常大的一个产业 对 我个人认为他也不会去物彩苏丹红这件事情 因为为什么就我自己的经验值 我上一个工作在帮业者做连锁性品牌 在中国大陆 对 我们自己的品牌 我们的麻辣火锅用到就七种辣椒 那你七种辣椒怎么可能去买现成的辣椒粉 一定是七种辣椒请某些厂商 帮我们打成我们要的粗细度 独家配方 对 所以更不会又去采到苏丹红这件事 反而在大陆你要找现成的辣椒粉 应该来说反而不好找 因为我接下来也是要跟卢老三 讨论有关于台湾麻辣火锅的惨况 其实我要补充一点 为什么这一次苏丹红的事件 在台湾的引起的波动会那么的大 是因为台湾的这些辣椒品牌的厂商 几乎已经没有人在研磨细辣椒粉 就全部都是研磨好进来的 应该是说还有些许在研磨 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已经不研磨了 因为为什么 你如果在台湾看到有像黑胡椒 小厨粉那个有点点粗 粗度的辣椒粉 基本上在台湾现打都没有问题 而且这个绝大部分都是在台湾现打的 但是如果要把辣椒粉研磨 像胡椒粉那么细的话 那么细 辣椒会粗油 辣椒会粗油 你的机台就会粘粘 粘住 对一粘粘 快快 对一粘粘的话 它的工序就会变得很复杂 所以说在在业者认为 进口比台湾来的便宜的情况之下 台湾自然就不研磨了 当然了 他如果进口可以进口那么细的辣椒粉 他就直接自己拌 你知道就像人家讲 勾兑 blending 就是他自己调和 对就是因为研磨在台湾 他容易出油 所以厂商不愿研磨 但是我相信还是有些许的厂商自己研磨 对 但是我个人了解其实大部分都是已经是进口 因为价格相对便宜 那所以等于是卢老师 你第一次听到说在白胡椒粉里面 验出有苏丹红的成分 你并不意外 对不对 还是你也很意外 其实我不意外 因为在白胡椒 白胡椒粉这一块 如果是在所谓的评价版本 他一直加所谓的绿辣椒粉 他就是一个常态 所以如果苏丹红会出现在辣椒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我平常讲我一点都不意外 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而已 会白坑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食安事件 我觉得要正面看待 因为为什么将来会越来越安全 因为边境都已经是主批检验了 就代表说将来我们的辣椒这件事情 基本上它就不会再出现问题了 所以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饮食会越来越安全 正面看待 因为这一次事件 这件事情没有赢家 只有检验公司赚到钱 其他的从小老百姓到业者 到品牌公司 其实大家都是受害者 这件事情真的没有赢家 而且这件事情让很多人 我知道很多人 尤其是前一阵子 都在FB里面PO出来 就是他们家采到雷的商品 然后大家都哀哀叫 然后大家都把一些商品 全部都丢出去 就是我不要了 我不吃了 甚至有的人是沾到一点点 他也不要 完全拒绝不吃 没有赢家 真面看待了 我觉得真面看待将来会越来越安全 每一个实案事件 老实讲都需要正面看待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实案事件 大家才会去检讨说 原来成本原料 对不对 之间的关系 就讲说便宜美好货 这一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概念 那我要问一下卢老师 你自己家里 比如说中药行 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中药行 而且听众朋友 我那一次我去金门采访 金门有一家老的中药铺 纯德 对 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你知道他的白胡椒粉 就卖得非常好 结果这一次新闻又继续做 说所有的观光客去 都要去金门买白胡椒粉 对 请问好我现在就问 白胡椒粉台湾有产吗 白胡椒粉 如果以胡椒产地的话 台湾不能算产地 但是如果以种植胡椒的话 台湾有唯一一个地方 有在小批量的出产胡椒 在六龟 所以是没有量 没有量 他其实一年的产量 大概也就是几十斤而已 对 而且他那一批的蜘蛛 竟然很早在日据时代的时候 就引进来 平刻带引进来 后来落脚在六龟 六龟可以种 对量产 他一年的产量 大概也几十斤而已 好 那我们所吃到的白胡椒粉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产区 是在加里曼丹 加里曼丹 在那个 在 在 在 那个 铝宋岛下面是 巴拉旺 巴拉旺下面有一个 非常大的 大概是台湾十倍大 叫做 加里曼丹岛 四分之三 属于印尼 有四分之一 属于马来西亚 也就是我们说的 沙拉越山岛 跟马来西亚那块 对啊 东马 因为我印象中 这个胡椒 就是白胡椒 也曾经 在以前的时候 大家为了要争夺 这个香料 那个是中古世纪 是不是 就是中古世纪 可是并不是在台湾 对 就是在刚刚所讲的 印尼跟马来西亚 是的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产地很多 整个东南亚 甚至海南岛 好继续讲 因为我要问一个问题 好 我是王日瑶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今天来跟大家聊 白胡椒粉 因为苏丹宏的关系 大家来认识 在每一个人的家庭 每一个人出去吃饭 不管是小吃 或者是大宴 都跑不掉的调味料 到底白胡椒粉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药部里的硕香人 卢俊清 卢老三 来跟大家聊 刚刚卢老三讲 最大的产量 是落在印尼跟马来西亚 应该是说 全世界最大的产 对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新产区 像是越南 柬埔寨 甚至中国大陆的海南 也种得出来 其实不是种得出来 它都已经非常大量 甚至全世界 你如果看到红胡椒 红胡椒 对 瑞瑶姐应该没有看过 真正的红胡椒 它目前只出现在 柬埔寨的贡布地区 叫做贡布红胡椒 它是唯一把它当成 品牌性的商品在经营 就是红色的胡椒 哦不对 其实我们彩色评看到的红胡椒 其实不是红胡椒 哦真的 对 它是 我们有一种那个 就是西餐 对白胡椒 就有一个胡椒罐 有黑的 有白的 有红的 有绿的 在红的 在染色那个红胡椒里 那个不是胡椒 那个是原产在南美洲的一个七素科的 叫做粉红胡椒 那你如果认真 你把它一整颗拿在 放到嘴巴去咬的话 你会咬出一股很明显的 虽然是微辣 但是是油漆的风味 所以它不是红胡椒 因为真正的红胡椒 它因为胡椒成熟转红之后 你采收下来 低温干燥 胡椒它会变成褐红色跟褐橘色 而不是鲜红色的 而且胡椒 真正的胡椒 你咬下去 第一口是甜的 因为你会咬到胡椒 表面外面 所谓的干燥的果肉之后 再接着咬到胡椒籽的时候 才会呈现胡椒的辣味跟香味出来 我知道 外面那一层果肉是甜的 对 对不对 等一下 我发现我们今天 其实不是要讨论白胡椒 是要讨论胡椒家族 对 那黑胡椒呢 黑胡椒是在那个胡椒串 呈现墨绿色的时候 胡椒串呈现墨绿色 采收下来直接干燥 它就是黑胡椒 所以白胡椒是 这个胡椒串 还没有黑的时候 不是 不是哦 白胡椒串呈现鲜绿色的时候 采收地温干燥 它就是绿胡椒 绿胡椒对 呈现墨绿色采收干燥 它就是黑胡椒 白胡椒 只要你看到那一串胡椒串 有三分之一转色哦 转到黄色 甚至有三分之二 还是墨绿色的时候都无所谓 只要一转色 它就整串采收下来 把外面的果皮跟果肉给洗掉 磨掉 里面的种子 晒干就是白胡椒 哦 天啊 所以它们是同一株植物 对 但是市面上看到的红胡椒 并不是 不是这一株 对 不是这一株 是另外一株 是 哦 原来如此 对 我为什么要问得这么清楚啊 听众朋友 每一个人家家户户户 都有这种不同颜色的胡椒 我应该把真正公布红胡椒 今天带来送给你 哈哈哈哈 而且我才知道 原来是这种 现在大家看到的红胡椒 是有油漆味道 带辛辣味 有油漆味道的 这个粉红胡椒 对 叫做粉红胡椒 它的正确名字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打破砂锅 问到底的原因 是因为 如果我今天 我要买胡椒粉 是 胡椒粉是 干燥之后就磨成粉 还是它有其他的加工 为什么在不一样的通路 不一样的品牌 为什么大家有不一样的口碑 不一样的价格 到底 到底胡椒这件事 胡椒本身没事 因为 因为药铺里就是胡椒 就研磨的 胡椒你们以前开中药行动的时候 胡椒拿到手上 有没有先炒 先烘 还是要先怎样 三九真九菜 再怎样 其实这个香料 如果要先炒这件事情 香料要先炒这件事情 永远都不是在炒香 炒这件事情 都通常只是要炒掉 多余的水分 因为炒香这件事情 是一件不对的观念 因为不是做菜 其实应该也不是这么说 因为你香料一旦炒香的话 你在炒的过程 你会闻到很香的香气 那就表示香料的香气在喝 跑出来了 对 那你再研磨一次 高速又产生高温 又跑出一次 那所以说 其实早期 我们说的香料炒香 这件事 其实是要炒掉 炒掉香料本身 多余的水气 让你比较好研磨 让它比较风味 更容易出得来 是炒干 而不是炒香 应该逻辑观念 要改变一下 各种胡椒粉 我应该是问 就比如说 大家去中药行 只能买到白胡椒 有中药行卖黑胡椒吗 有啊很多啊 也有 还有卖绿胡椒吗 很少 就很少 因为绿胡椒 在所谓的西餐或中餐 它通常都 就是为了摆盘好看而已 配色的啦 配色好看 可是你们 当你们拿到了 这些原料之后 就直接研磨装瓶了吗 是啊 我们也不会说 特别去所谓的去干燥 因为为什么 如果尤其黑胡椒 你如果还要去干燥的话 其实就表示说 黑胡椒已经变质了 就会出现什么风味 布袋味 布袋味 你有没有闻过 抗布袋味 对 因为以前的胡椒进口 都是用布袋进口 麻布袋吗 对 那在运输保存的过程 它如果遇到雨季的话 它反而会吸收水气 就会让你的黑胡椒 些许的受潮 就会产生布袋风味 所以胡椒也会霉 也会发霉 尤其黑胡椒更明显 黑胡椒最严重的时候 它最严重的味道 它会产生一股 你意想不到的风味 叫做蟑螂味 哎呦 真的还假的 所以说黑胡椒 如果一旦要去干燥草香 就表示说 你的黑胡椒 原本就已经受潮了 本质已经不好了 对 所以胡椒本身这件事情 没有所谓的草香这件事情 你白胡椒 或许它会去炒掉 多余的水分 而不是草香 是干燥 干燥 变于研磨 跟保存 跟它的风味 整体的完整呈现 对 所以说跟草香这件事情是 无关 两回事 对 两回事 那等一下 那如果按照这样子的讲法的话 那中药行所卖的胡椒粉 应该价格应该都差不多吧 要看产地 要看产地 回归到产地 对 一来回归产地 二来回归到所谓的 他们的出口商 贸易商 像在台湾 如果以药部体系的话 其中像新加坡有一家 他可能掌握全世界胡椒量最大的 叫做美大贸易公司 他的胡椒率本身 白胡椒就比别人的价格 大概贵三到四成 可是他已经掌握了 他不是已经掌握了 对 我个人觉得 是他掌握了产区 比如说 以我们说 好像器座一样 我们所谓的传统产区 最好的是在印尼 那可能是在苏门达腊 或者是 家里曼丹 家里曼丹 对 那其实后来这个会有疑虑 就是说 会有疑问 就是说 一样在家里曼丹 那你 印尼产的就比较好 那一样在同一个 岛上的 沙拉越 山达根 马来西产的就不好吗 对 反而我们后来 我们会去认所谓的 贸易商这一块 对 他价格会偏高 但是他可能香气怎样 或许会比较好一点 好我们来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来 你刚才讲说 那家叫什么 纯德 纯德 好来 纯德 我刚好有一个 白胡椒的例子 好 我们剩两段了 好 来 三 二 我是王任阳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几个月前去金门 去金门采访 去金门看老朋友 我走的时候 金门的一位养老师 一位画家 养老师的太太 特别就跑去 纯德 给我买了两包 白胡椒粉 这件事情呢 就被金门的 授记周迷 就是整个金门 最有名的广东州的 那一家的老板 被巴贡 巴贡知道了 巴贡呢 在我离开金门的时候呢 塞给我一包胡椒粉 他告诉我说 瑞小姐 我觉得我现在店里用的胡椒粉 比纯德的要好 你带回台湾试试看 我就问他 那你这包来自哪里 他说这包来自彰化 嗯 彰化 那我不知道纯德的这个 是来自哪里 可是现在大家知道了 不管是金门还是彰化 都是来自国外 我就要问卢老三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 邀请到药铺里的说乡人 卢俊清 卢老三 你刚刚其实就有讲到说 白胡椒粉的风味不一样 你自己曾经在测试 还是你在使用白胡椒粉的时候 真的有明显的不一样吗 其实在每一个产区的 在白胡椒里 它的风味就不一样了 但是它的香气虽然不一样 其实我个人觉得 胡椒粉香不香啊 跟产地第一个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个更重要 我说更重要 其实在研磨的粗细度 研磨的粗细度 对 越细越香吗 错 白胡椒粉越细越不香 你如果比如说好 你拿到从同一个产区的胡椒粒 你把它研磨像 面粉那么的细 你在研磨的过程 高速产生高温 你可想而知香气的绘花 就很香 就非常的香 就表示香气在绘花 你才会闻到香 那你香料磨完之后 你放冷却了 它的香气其实就耗掉大半了 你反而应该 就白胡椒粉 你都要维持它的香气的话 让它的香气呈现最大的表现 是要保留一点点的粗细状 粗细度 对 但是那个粗细状 又不会影响你的口感 又不会影响你料理风味的 所谓说的渣嘴的感觉 对 不是说吃出白胡椒粉的形状 对 对不对 要保留一点点 好 那我现在来问卢老师 你怎么形容白胡椒粉的风味 其实白胡椒 大家都忘记白胡椒粉的风味了 在这一波 大家都好怕 没有啦 白胡椒粉 白胡椒粉它就是一个 胡椒粉 胡椒粉带出来的香味嘛 所以说 有些它相对的 它比较清香 有一些相对的 它的香味就比较深沉 对 但是它没有像黑胡椒 带有一个精油的香味 因为它本身是 没有成熟的胡椒绿嘛 所以它会 胡椒粉的含量 就会比较高 比较高 它出来精油的风味 就会比较明显 而且它外面那层打掉了嘛 不是吗 没有啦 黑胡椒没有 我说白胡椒 白胡椒内层 对 所以说它 如果相较于黑胡椒的话 它其实 白胡椒的粉是 白胡椒的香气 是比较细致的 它不像黑胡椒 那么的粗放 对 那再来有一些产地 它会带有一点点的 我们说的青草味 青草味 他们说的青草味 青草味 对 通常会出现青草味的 所谓的白胡椒的风味 一点点的也很浅 通常是在新兴产区 我们所谓的新兴产区 大概就是我们讲的 越南 越南 海南岛 海南岛 柬埔寨 这个大三角 大概我们都归类于 新兴产区 然后呢 我也记得我有一次 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某一个中药行的胡椒粉 很棒 然后呢 追根究底之后才发现 它是白胡椒粉 混黑胡椒粉 这个很常见吗 如果没有意外 这一家应该也是出现在金门 它是独家配方 真的 真的是这样做 对 它号称它的独家配方 这个是独 它的独家配方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它只是两种混搭而已 完全没有问题 对 不过我觉得啦 经过这次事件之后 或许听众朋友 在使用白胡椒粉的时候 就有产区概念 产区 我觉得不会 不会吗 不会 还有粗细概念 我觉得反而应该是在细致 细致度的考量上面 粗细的概念 对 来你看 刚提 我们不是帮金门那家打广告 纯德 你有没有去研究它的机台 我没看到它的机台 我眼睛只有看到它店门口一包一包 要赶快去抢 这个是职业敏感度 我上一次不是去成都 我先到金门走小山通 到厦门去玩了两天 我就绕到它那个地方去 我就看它那一台机台 其实我就感觉到 它那台机台 它打出来一定会有一个粗细度 因为那台机台不是高速型的研磨 不是看得到吗 看得到啊 哎呦 我已经讲到哪里去了 我就是光光看的眼睛 不是 你看到你也没有用 都在看五香粉 除了要买胡椒粉 还有什么粉可以带走 对 所以它那台机台 其实是一种打出来 会有保留一点点粗细状的胡椒粉 是古老台吗 不是不是不是 哎呀 我真的 因为老实讲 因为这家店 应该是说在这次没有爆发食安危机的时候 这家店本来就是以胡椒粉为文明 对 好多观光客都买 是的 因为它地理位置很好 而且不便宜 它地理位置很好 因为它就在清朝的总兵府的门口 对 所以观光客必经之处 必经之处 而第二个 它在门口研磨胡椒粉 你走过去你就闻到香味了 这个就很像在老街 有人在那边打铁 你就要买菜刀 对 意思就是这样 同样的概念 可是我想要知道 卢老三 我们刚刚其实讨论的是 白胡椒粉混黑胡椒粉 对 然后还有在讨论 一开始降低成本的时候 是白胡椒粉混淀粉 那请问一下 还有混其他的东西吗 就比如说 我真的直接讲 就比如说我们家的白胡椒粉罐 用了这么多年了 也都没有用完 它也都没有结块 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坏掉 反正撒出来 有没有热汤一冲 它就是有白胡椒粉的 是 我怎么样断定 这个 对不对 比如说它的新鲜度 它有没有坏掉 还是说它本来本身就不纯 其实反而纯的胡椒粉不会结块 怎么说 因为它没有淀粉类的东西 反而你加了淀粉类的东西 或者是调味料 它才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汽 才会受草 才会结块 所以说你看 像如果是调成胡椒盐 品牌性 它一定额外还会再加 比如说二氧化系 碳酸美 这种防截炒 对 那你如果纯胡椒粉 因为它没有加调味料 它没有加所有的淀粉 它反而不容易受草 反而不会结块 然后还有我刚才在讲 那罐胡椒 我相信家家户户都有 哪个人厨房家里都有 那个胡椒罐上面 都粘满了胡椒粉 对不对 因为你每次热热的蒸汽 就撒下去 对 请问我用的胡椒粉 有没有必要定期更新呢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胡椒粉更新 胡椒粉有没有实用期限 通常品牌性大概就是 二到三年 因为法规最高就是三年 二到三年 但是一般业者大概 就是二到三年 但是如果就保存 消费者不会换 因为大家的使用习惯 都只有一点点 但是你一瓶胡椒粉用三年 也用的很夸张啊 对不对 已经进给人 把保存期限用完了 好 最后一个七分钟 好 OK来 三 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药铺里的说香人 卢俊卿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卢老三来跟大家讲 大家以前很爱 现在有一点 怕的胡椒粉 其实不用怕 因为药部都是蠢的 开放是小瓶的 百分之一百都是蠢的 为什么你说小瓶是蠢的 因为它不是营业用包装啊 我们刚才其实有讲到嘛 对 它不是营业用包装 有人跟我讲过 那个什么 我们家的外用 是 因为大家知道吗 那个东南亚商店里面 卖的这些东南亚的香料 都很小瓶 对 你知道就那种黄色包 都很小瓶 然后我们家外用都跟我讲说 那些都是很蠢的 而不是很蠢 其实台湾的胡椒啊 的香味都被我们那些新住民 笑说台湾的胡椒不香 为什么 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台湾 我们的餐桌离产地太远 而那些新住民或者是你们家的外用 他们家乡离产地很近 一笑子就有最新鲜的 对 所以他们都认为他们家乡的胡椒最香 但是在台湾你即便拿到的 再典籍的胡椒 现眼膜你都会觉得说跟你在东南亚闻到的香味 其实不一样 可是对于香跟不香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更在乎的是蠢不蠢 我刚刚所讲的 就比如说我们从东南亚商店买的这种小罐的 各式各样的香料 是否都很蠢 其实如果就单品香料而言 就没有所谓的蠢不蠢这种问题 单品香料基本上都是蠢的 除非它是做复合型的 或者是做成调味料 而且我觉得其实也只有在台湾才会出现这种 我不会讲 因为我觉得连国外 比如说是欧美进口的一些香料也都很蠢 因为不会有人在这里面动手脚 应该是单品香料 即便台湾自己生产的 我个人觉得它还是蠢 单品 对单品香料 就是完全没有 就是就单纯的一个 一个比如说花椒粉 胡椒粉 八椒粉 肉桂粉 干草粉 我基本上觉得它应该都是蠢 哪有 台湾你刚才不是讲了吗 它虽然成分写白 胡椒粉也不蠢 但是你要去看背后的成分 比如说你刚刚讲的 胡椒粉它除了加淀粉之外 它还可能加什么 那其实如果还有加的话 它大概就是所谓的 副方形香料 对 它可能会加一点点肉桂粉 干草粉 让你的胡椒的香味 会变得更有层次 还是说我觉得它的胡椒粉 很好吃跟别人不一样 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对 但是通常用胡椒粉 不会用很好吃这件事情来形容 因为你如果跟我讲 很好吃三个字 通常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如果我调的胡椒盐 同学跟我讲说 老师你的很好吃 不好意思 肤安酸辣比例太高了 鲜味剂太多了 胃精 胃精 对 应该是说很有层次 这个我就觉得很开心 调的胡椒盐很有层次 所以等于是夸奖 卢老师你的胡椒粉很好吃 他不会高兴 对 不能有很好吃这件事情 因为一旦很好吃 有经验感 就表示肤安酸辣 对 这些飘零类的东西比例太高了 他才会有鲜味 你才会有经验感 很好吃 好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一波 我知道在这一波事件 大家很少 比如说也不敢吃 比如说卖鱼头的人 不敢加沙茶酱 麻辣火锅店 你看卢老师都笑了 麻辣火锅店 大家都不吃麻辣了 本来是鸳鸯 现在都不鸳鸯了 你知道现在都只剩白锅了 还是说很爱吃辣椒 尤其是前一阵子 大家公布台中的东泉辣椒酱 没有苏丹红 哇 大家欢声雷动啊 天啊 我们最近这一阵子 真的是要这样避免踩雷吗 我觉得基本上都安全了 因为从所谓的上一次 那个金服 最大代工厂炸酱那一间 我个人觉得那一间 他那一间的信用爆出来之后 我觉得就是已经到新的 都丢起来 没有已经到最尾端 因为他是最后一批采燕的进口辣椒 从那一批之后就是逐批进口 就没有漏网之遇的 逐批进口一直到现在 就没有听到有新的 因为他在边境就拦下来 就拦起来 所以说那时候已经就是 已经到新位了 所以换句话讲 大家如果现在害怕 就去看他的制造日期 我这样讲对不对 不是 看批次 看批次 那基本上现在上架的期 基本上都是安全 嘿 再来啦 你如果担心辣椒会出事情 你就买圆条的辣椒 一定不会有苏丹 不会有苏丹 苏丹红是人工的 当然不会有啦 对 那你买 就是辣椒啦 新鲜辣椒啦 干辣椒 干辣椒 对 第二个你买有粗颗粒的辣椒 也是安全的 对 他通常这一次出事 都是在细辣椒粉这件事情 因为台湾很少厂商在研磨 所以是干辣椒不用害怕 干辣椒不会用到苏丹红 粗颗粒也不用害怕 粗颗粒 你看起来有颗粒的 也不用害怕 也不用担心 然后还有啦 你给那个麻辣火锅业者 打打气好不好 台湾本来是这个麻辣火锅的王国 这段时间 都大家只要看到红 就色变 没有关系 火锅碟要自己炒就好了 火锅碟要自己炒 对 沙茶酱自己炒 沙茶酱有一段时间 台湾真的流行自己炒沙茶酱 对啊 因为我像我前两年开沙茶酱 几乎每一班都满班 好多人要来学炒沙茶酱 其实沙茶酱也不难 你只要把故事讲清楚 那个故事 移民的故事讲清楚 沙茶酱 自然而然就会炒出来 等一下 卢老三我有问题 沙茶酱的辣椒粉的比例 比例高吗 不高 我为什么吃沙茶酱没有辣啊 其实辣椒粉 沙茶酱不见得会出现辣椒粉 但是沙茶酱一旦有出现辣椒粉 通常不是要呈现辣的香气 不是要呈现辣的味觉 而是要呈现辣味的香气层次感 要它的香 不是要它的辣 对 所以比例都很低 原来是这样 不过这一波咽下去 什么东西都有 的确是让人很紧张 可是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回到现在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表示你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 全部都是安全的 对不对 是的 所以过多的惊慌 那个其实已经成为过去 我觉得正面看待的 嗯 过去是 所以麻辣火锅去吃不用紧张 不担心不担心 对啊 然后那个沙茶鱼头 对 去没问题 都可以 好不好 沙茶火锅 沙茶火锅也行 辣酱也拿来沾都没有问题 对 因为已经全部检查过一遍 对啊 从零开始 是 重新出发 反正将来会越来越安全 好 谢谢卢老生 谢谢卢俊卿 谢谢大家 谢谢瑞耀姐 拜拜